随着新赛季越来越近,火箭部分球员,在哈登的召集下在巴哈马进行合练。 据老干部登哥透露,此次训练为期一周,目的是培养球员间的默契,去年夏天,登哥也征召了队友到巴哈马进行团建,球队演变出巴哈马无小阵容,成了差点先搬勇士的巨浪,上赛季火箭展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争胜心。 登哥和塔克等人,都认为巴哈马之旅,对更衣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此次集训,是火箭安登炮首次课题,虽然凡人之前都有过一同训练的经验,不过作为火箭球员,却是首次安东尼加盟火箭后,并没有传出太多与球队有关的消息,球尼对此也是有了诸多猜测。 事实上,这个夏天安东尼不是在训练,就是在推广篮球运动,刚结束卡塔尔之旅后,瓜哥就马不停蹄回到美国,并第一时间赶马巴哈马参加球队团建,瓜哥与炮也是好哥们,与登哥的关系也很不错,球员私下都有保持交流,安登炮之间的默契不用担心。 今天,安东尼妻子做客ESPN著名节目Force the trick,他表示安东尼在火箭应该出任手吧。 我认为安东尼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打替补,现在即在火箭也不应该打替补。 因为我觉得人们已经忘了安东尼是什么级别的球员了,威少和乔治都像家人一样,但是雷霆不是适合安东尼的地方。 瓜哥妻子拉拉说道,尽管瓜哥已经与火箭达成了共识。 不过,在新赛季前期,相信的帅还是会先安排安东尼出任首发,因此,新赛季火箭的首发五虎很可能是他黄安登炮,最近2K公布的火箭首发阵容的能力值。 瓜哥能力值只有79,塔克是76,两人被视为火箭首发的两大薄弱点,希望塔克是不能用数据衡量的球员,尤其是他在场上那股永不服输的平静,是球队的巨大财富,上赛季季后赛。 当塔克在场上时,火箭的进攻效率为114,对方进攻效率为106.3,而当塔克离场后,球队的进攻效率会暴跌至102,而对方进攻效率则产生到113.3,瓜哥就更不用说了,进攻万花筒。 领袖级别的球员,新三季与灯泡联手,相信会打了很多专家的脸,在训练中,球员们显得非常放松,毕竟此次目的还是以度假为主。 保罗秀保扣,灯泡连线,瓜哥苦练三分,比较遗憾的是,刚在亚运会上带领中国南篮夺金的周琪,未能出现在本次训练营中,由于6月份球队结束赛程后,周琪都在进行高强攻, 7月份代表火箭征战下联,8月份出战亚运会,因此他回到内国后,不会参加本次团结活动。 周琪在最新的周记中写道,出发了,面对竞争激烈的NBA全力以赴,新赛季大魔王需要在火箭征的一席之地,而火箭也需要为了最终目的继续前行,上赛季勇士不仅没有被打散, 反而在夏天补充进了考心思,阵容,在诸生级,明年他们将要面对巨额奢侈税的难题,这或许会导致五星阵容解体, 不过这不是火箭希望看见的,我火想要的是几把最强的勇士,勇士,先赛季我们再刚一次吧。 感谢观看